今日维修这部西门纸臭油烟机 款式比较少见 结构虽然简单,但实用实际 某些太虚复的东西 某些什么自动清洗、自动加水、自动泵 某些部份的虚复 这些机器是最划算的 一部机继续玩十多二十年都不坏 看看上部机的结构 上边的排气部分 启动部分 控制部分 这个是灯的部分 一眼看完 这些机器真的贵 就是贵了 因为它可以让你用很久 很多年都不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平时留意我们的视频 你会发觉它里面有主板 主板里面有很多继电器 很多生机管 热机管 之类的东西 但是它这个是不需要的 所以它这个 为什么能让你玩到一二十年都不坏呢 因为它简单 热是简单的东西 热是耐用 这也是西门子 我们之前也有拍过西门子的机 这部机器的历史 绝对不少 这十几年 因为它的游积 你都能看到 这个位置都用了很多年 它这个控制部分 这个是指示灯 这个灯的控制部分 一档 二档 三档 对了 很简单 但问题呢 它就很实际 很实用 看看里面的结构 它这个来说 已经代替了主板 看它 看它 关闭 这个 这里 指示灯 关闭 一档 二档 三档 就是里面的结构 就是这样 线不需要很多 但是最重要是实用 这里 开了一档 二档 三档 电源由这边过来 直接给电三档 电源在这里 一档过来 直接打开 就是一档 之后 下面有个片 片一推电过来 一打开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给电二档 是的 接着这个位置 也是很简单的 一条二百二过来 打开它 给电三档 对了 看不看清楚里面的结构 你们买机 其实买这些 是最划算的 真的买部这些机的话 走走看一二十年 都不需要换的 虽然你这样看的话 哇 主板很大 但是 其实 真是划算 这些机 就算贵一些 你用得一二十年 才做一次 你也值回收 上面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启动的部分 这个是控制的 摩托部分 是的 那个启动是 某东西 再两条电线 下来 其中一个电线 下来这里 控制 再这么简单 你看看不看得明白 线路结构 有时 热是简单 就热是实用 热是 看起来很多功能 很多那些 又洗机 自动打开 什么自动感应 什么 拼一拼 又拼一拼 那些的话 真是十两个月 就要坏一次 最多让你两年受命 但是这些 真是十几年都不用弄一次 这把机 十几年就够 现在 你看里面 生死了 已经铁都没了 才第一次维修 漏到标签都没了 看到吗 标签都掉了 铁都没了 但是 十几年就只做一次 你说这些是大件隔底 真的 新机 现在新抽的机 哪有这些效率 就算贵一点 这些机 贵一点也值得买 维修抽油烟机 障碗电力维修 5531921 记得帮我点赞